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全家出游的大好时光 39岁的鹿农李永青带领一家四口 来到十公里外的农地 顶着艳阳开始他们与众不同的家庭日 以前的时候从冬天就没有剪下去剪斜角的 剪的时候要看树上有没有蛇或密封窝 剪好的时候放整齐这样子就好了 因为我比较喜欢全家一起工作这样子 比较快乐又幸福这样子 做起来比较不会这么累 我们养鹿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吃比较天然的先割的绿草和绿叶 另外一种是飼料 因为我们比较怕农药 要我们自己种的最安心又最放心 为了让鹿吃到最安心无毒的食物 李永青带领全家亲自种植桑圣牧草 让他们补充所需的营养 因此每天清晨五点 夫妇俩便以割草化开一天的序幕 而到了周末两个孩子也成为胜利君 全家人一刻不得闲 为了保持鲜度 采收后就得赶紧运回山上 让鹿之们享用大餐 鹿赶快来吃草吃草吃草 吃得清新的喔 路红比较大喔 身体怎么会用喔 这一只鹿 在我高中的时候到现在 也是我一大早割完草回来 走到这边的时候 他就会过来跟我撒娇 喜欢我跟他摸一摸 摸一摸耳朵啦 摸一摸眼睛啦 就像那个小朋友这样子 很喜欢撒娇这样子 对待每一头鹿 如同亲生孩子 这是李嘉三代的羊鹿秘诀 台湾羊鹿品种 有87%四羊水鹿 与国外品种不同 李永青祖父 1959年创立羊鹿场时 也选择了台湾羊鹿 从开始的七头 至今近80只 李永青从小学习照顾鹿汁 成年后 他也曾一度迷惘 离开家乡 但最终 还是踏上归途 反向接手家业 小时候跟着羊鹿 就觉得蛮辛苦的 想说如果有比较好的事业 可能转途或什么 可是之后想说 复兴一生的心血 就是在序幕羊鹿这样子这方面 后来我觉得 还是把它做更好 更先进这样子 今年种植子好像食欲不好 帮我记录一下 在巡视如果没有不加改善的时候 大家要集体承受 过来看一下 除了天天巡视 记录每一只鹿的情况 返乡后的李永青 还利用农委会青农返乡贷款 扩充养殖数量 并改善鹿疗环境 鹿群获得更好的生长条件 产出鹿群品质也越来越好 李永青母亲看在眼里 倍感欣慰 我女儿台北回来接她的爸爸 这个是我的手朵 做得比她的爸爸更好 口纖也更大 好几倍 我好高兴喔 鹿群是熊鹿胃骨化 蜜生绒毛的右脚 本草纲目记载 鹿群具有生精补随 强健筋骨等效用 因此成为华人世纪中 珍贵的药材 是一日的辛劳后 最好的滋补 老婆今天生日晚餐 让她们来补一下 这样才会努力的工作 努力的工作 你别嫁了 祝你生日快乐 大伯感谢你这几年 默默的为这个家付出 大伯谢谢你 我爱你 水露成澈的眼神 映照出一家人温馨美满 心情耕耘后的汗水 迁徙着李永青全家无寇 创造一路相伴的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